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您看到了在社群平台上面所分享的 香港在星期四晚间开始经历的 世纪暴雨全港淹水的惨况吗 这是已经离开我们的海魁台风 财云环流的重大影响 香港在一小时之内狂降158毫米的雨量 这是139年来最高雨量纪录 香港发布了14小时的黑色暴雨警报 但是港府做的依旧不够细腻 他们一直到星期五早上凌晨5点半 才宣布停课 港交所暂停一天 这么多人的上班部分呢 港政府不做决定 叫雇主弹性措施处理 那么这种做法如果是您 恐怕也很难接受 全港交通因为大雨已经完全停摆 地铁已经淹了很多完全停驶 香港的上班族简直没有办法动弹 最重的重灾区在新界 而深圳的水库要泄洪 香港政府在16分钟前才公布 有的人一度水淹吉凶 吓到半死 乘客发出惊呼 因为地铁经过黄大仙站 犹如开进河里 列车仿佛成了一艘船 台风海魁残余环流给香港带来 世纪暴雨 你从车上头说 你不能降低乘客的嘛 地铁经过来 那些人不断地铁经过来 就护我们先走 然后我避免最 就是一路最安全了 地铁站严重淹水 不少站点列车停驶 民众和地铁人员争吵 列车不开导致他们进退两难 回到路面上叫计程车打巴士 恐怕更惨 路面出现大喷泉 周围严重淹水 好几台车轮胎浸泡水中 有些直接熄火 卡住动弹不得 最后民众只好弃车 撑着伞 危险涉水而行 我真的好急 我完全好多年 是真的没使用 这么急的水去 然后等了十分钟 司机开门 然后我们就降水走过来 水来到这个位置 水位越来越高 你站在那里等死 双程巴士开进淹水区 水直接灌进车里 原本坐在第一层的乘客 赶紧逃难似的到上层去 横翠村停车场 这里水位上涨的情况 是非常之快的 我们原本做直播前 水位距离我们大约是5米 不过两分钟之间 水位已经是完全上涨 浸过了我的脚面的了 路面淹得如此惨 地下停车场当然躲不过 里头停放的车辆 几乎被完全淹没 都成了泡水车 所有地下那个渠带 爆起渡官 我已经发生 我知道有问题的了 有个应该管理处 管车厂的那个车 我说车啊 你快找同事来搞 因为渡官浸硬的 而且外面很恶劣 香港各地都传出灾情 这场雨从7号晚间开始下 晚上11点05分 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黑色鲍鱼警告 持续近14个小时 时间之长打破以往记录 多数地区降价超过70毫米雨量 九龙新界东北部港岛区 更是测得超过200毫米雨量 其中天文台在一个小时内 测得158.1毫米雨量 是近139年来最高纪录 向西走的时候 它就会吸引了 或者是使得西南贵猴峰 是更加活跃 因为西南贵猴峰 是经过广阔的南中国海 甚至有部分 是沿着曼加拉湾 沿着印度洋那边过来 所以水汽是非常之充沛 但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受到全球暖化影响 大气层是可以容纳了多很多水分 面对暴雨 港府应变 却被质疑慢半拍 破到8号凌晨5点半左右 才宣布停课 港交所暂停交易一天 但要不要上班 则是提醒雇主采取弹性措施 如果员工无法上班 不得处分或解雇 铁入水 又没有车什么都没有 巴士全部停了 电车都停了 应该更早点 因为你预计得到的 整晚了 另一个惹名愿的是 这次重灾区新建 当地居民抨击 深圳水库要泄洪 港府前16分钟才公布 导致位在排水河道附近的 粉岭龙药头 水烟一度击凶 除了香港广东珠三角地区 也受这次暴雨袭击 深圳全市最大累积于 量达281.8毫米 街道汪洋一片 由机车强行而过 差点抓不稳被冲走 深圳这是淹水严重区域 涵盖制造业种地 龙岗 盐田 罗湖区 即便水退了之后 还需要一段恢复期 生产进度肯定受影响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